圣灵里面宣告 今天的聚会开始 阿们 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 这是神的救恩 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成就的日子 这是我平道欢喜快乐的日子 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 神的儿越大欢呼吸了 天鹤华已战胜求你 战胜求你 全地的生还路 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 神的儿越大欢呼吸了 天鹤华已战胜求你 战胜求你 全地的生还路 耶和华锁定的日子 叶和华锁定的日子 天鹤华锁定的日子 你牽你盼望 耶和阿是我的是他 又是我的拯救 神自明星走全天 把好消息升到你地雲零 靠近的神的荊棘 我們神卻你 你是我神 這是耶和阿所定的日子 神的兒女當歡呼喜樂 耶和阿也戰神求你 戰神求你 請你的胸萬物 這是耶和阿所定的日子 神的兒女當歡呼喜樂 耶和阿也戰神求你 戰神求你 請你的胸萬物 耶和阿是我力量 我心中一切你盼望 耶和阿是我的是他 又是我的拯救 神明走全地 把好消息宣告你地雲零 靠近的神的荊棘 我們全是你 我們全是你 你是我神 耶和阿是我力量 我心中一切你盼望 耶和阿是我的是他 又是我你拯救 神自明星走全地 幫好消息宣告你地雲零 要取得神的清醒 我們晨熟你 是我神 耶和阿是你 耶和阿是我力量 我心中一切你盼望 耶和阿是我的是他 又是我的拯救 神自明星走全地 幫好消息宣告你地雲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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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久不見 神自明星 我們全是你 HUBRON ROUND оки很滿 就是你 李卓越好 耶和华 我们的神 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名 我们一生活着就是要敬拜赞美 将自己心上当作活计 做主圣家贵中的契命 你从奉恩回避冲出交换我 使我忘记充满莫大能力 将自己心上当作活计 做主圣家贵中的契命 你奉附恩回避冲出交换我 使我忘记里充满莫大能力 靠起双手赞美你握住 全息全人都给你耶稣 一生意握出荣耀的呼叫 勇敢地向这标杆之旅跑 让自己心上当作活计 让自己心上当作活计 做主圣家贵中的契命 你奉附恩回避冲出交换我 使我忘记里充满莫大能力 靠起双手赞美你握住 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一生意握出荣耀的呼叫 勇敢地向这标杆之旅跑 勇敢地向这标杆之旅跑 要举双手赞美你握住 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一生意握出荣耀的呼叫 勇敢地向这标杆之旅跑 勇敢地向这标杆之旅跑 跟随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跟随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跟随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勾取双手赞美你握住 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一生意握住荣耀的护甲 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一生意握住荣耀的护甲 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感谢你亲爱的耶稣 主耶稣你是如此的深爱着我们 我们也爱你亲爱的主 主我们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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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心爱你 我渴望活在你的怀里 每天与你梦塞 将手里一带 你指我受伤的心灵 改变我原有的生命 听到我当作的路 今天的福是求你拖住 哦 主我求你改变我 欣赏一年愿你来标准 使我能更加像你 带着耶稣的香气 哦 主我求你 带着耶稣的香气 保住了 求你吸引我 带我进入你身界之所 愿我今天为你拖 我全身小微波及 奥险一身的香气 奥险一身跟随你 祝我心爱你 祝我心爱你 我渴望活在你的怀里 每天与你 每天与你同在 享受你的大爱 抑制我受伤的心灵 改变我原有的生命 祝你 引导我 刚走的路 今天的福是求你拖住 哦 主我求你改变我 欣赏一年愿你来标准 使我 带着耶稣的香气 带着耶稣的香气 哦 主我求你吸引我 带你进入你身界之所 让我今天为你拖 让我今天为你拖 完全线上微波及 奥险一身跟随你 哦 主我求你拖 哦 主我求你改变我 欣赏一年愿你来标准 使我们人家相依 带着耶稣的香气 哦 主我求你拖 哦 主我求你吸引我 带我进入你身界之所 让我今天为你 完全线上微波及 奥险一身跟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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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要紧紧的迷你向连接 在你里面不断的成长 长大 越来越像 你们的脚步 带着我的脚步 一步一步都有祝福 你们的脚步 我要轻轻跟随 走在梦府的道路 给我更多的勇气 给我更多的信心 让我勇敢拿出 跟随你的脚步 跟你走在水面上 跟你走在荒野里 去去遮着我也不在乎 我只要更多信仿你 只要更多顺服你 分之处于你的我 就默然不语 就算经过黑暗谷 就算遇到暴风雨 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 你的脚步 带着我的脚步 一步一步都有祝福 爱的脚步 我们要紧紧跟随 走在梦府的道路 就给我更多的勇气 给我更多的信心 让我勇敢拿出 跟随你的脚步 跟你走在水面上 跟你走在荒野里 去去遮着我也不在乎 我只要更多信仿你 只要更多顺服你 分之处于你的我 就默然不语 就算经过黑暗谷 就算遇到暴风雨 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 就算经过黑暗谷 就算遇到暴风雨 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 我们是属于你的 我们立定心意跟随你 要存谦卑的心与你同心 你必与我们同在 顶着我们走 不撇下我们 也不丢弃我们 感谢你亲爱的天父 祷告奉主 愿送给你宝贵的圣名 阿们 大家请坐 我们有请今天的讲员 Jason 林老师 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很抱歉 每次都匆匆忙忙 这个很高兴再次 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团契 愿神 设下宝贵的圣灵 我们愿意在座的弟兄姐妹 愿意倒空自己 来领受神丰盛的祝福 就像以利沙 如何祝福 欠债的寡妇带着两个孩子 一样 神如何祝福他们 也一样祝福在座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 人生的意义何在 这是千百年来 大家都想追寻的问题 这个问题实在是 非常的困扰人啊 对不对 在三国时代 曹操在建安13年 西岩2003年 他要率领水军 跟吴国孙权大战一场 那一天 11月15号的夜晚 脚夜当空 江面平静 吴坡 他就靠掌这个山军 这个水军 他就视察这个水战 拿起酒杯 拿起酒杯 把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日朝露 去日苦多 南北征战 那么多年 多辛苦啊 凯当一康啊 唱首隐行高歌 又是难忘 喝一解忧 唯有度康 喝一杯吧 借酒 借酒交愁 愁更愁 再说是个李白嘛 我们都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 他能闻 能舞 能酒 才高八斗 但是 他的官场 非常的不平顺 人生非常不如意 有一天 他请客 请他来一位长辈 叫李云 他说啊 弃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 今日之日 多烦忧啊 昨天也难过 今天也难过 是吧 人生多无聊 多无趣啊 因为他不知道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这些千古风流人物 征战了半天 哎呀 是非成败 转头空 清善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争来争去 黄土一杯 对吧 多无聊啊 所以呢 不认识神呢 就不好 我们一定要认识神 西方非常有一个哲学家 英国叫罗素 对吧 非常有名的哲学家 数学家 而且逻辑学家 他说啊 除非你假定有一位神 否则探讨人生目的 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不认识神 人生就没有目的 没有目的 你人生就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人生就没有盼望 没有盼望 盼望 你的人生只有劳苦 酬烦 柴米油盐 酱醋茶 对吧 对吧 对于我们已经认识 神的弟兄姐妹来说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 是来自上帝的恩典 我们要了解 我们要了解 他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拣选了我们 一定有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 就是要你 视力在他的面前 来侍奉他 过着侍奉的生活 你的人生才能找到真正的意义和目的 那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侍奉神 侍奉神是有条件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侍奉的凭据跟原则 我们来看看这一期经文下一章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生在他面前 坦然无际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这短短两节经文 确实是告诉我们侍奉的基础 侍奉的凭据和原则 首先就是第一句 叫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所以上个礼拜 牧师讲的上帝生命的呼召 所以我们被救出来 被从罪中去拉拔出来 救赎出来 我们就是被卷选的主类 对吧 君尊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神的子民 我们才那个坦然无际在神的面前 像过季的祭司一样 为求联系蒙恩贵 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才有这个凭据来侍奉神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侍奉的原则 第一个侍奉的时间 看到没有 两个字 终生 一个终生 我们一辈子不分老少都可以服侍神 而且是一辈子的 而且是一辈子的 第二个是地位 我们是被卷选出来的 神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是祂的仆人 所以我们要在祂的面前 势力在祂的面前 等候祂的差遣 第三个就是侍奉的态度 坦然无惧 就是有无亏的良心 清洁的心 在神的面前侍奉 因为神是圣洁的 侍奉的方式 圣洁公义 所谓的圣洁 神是圣洁 我们用无亏的良心 清洁的心来侍奉神 以公义 换句话说 不论难离老少 老弱妇孺 一视同仁 公义的心来侍奉 服侍人 这个是我们侍奉的原则 接下来 还有个侍奉的三个要素 这是黄家乐牧师 在侍奉的信息基要里面提到了 完整的侍奉有三点 第一个本位的侍奉 因为我们是被造者的身份 是神所拣选出来 所以我们要势力在神的面前 祷告 敬拜 赞美 感谢 这都是你该做的 第二个就是 生活上的侍奉 平常的日常生活 在家里 在职场 都要行出 复合神心意的行为 是神的见证 我特别那个是 这个是 在我们合合本写的是 做神的见证 但是在这里是 这个是在英文本里面是 You will be my witnesses 是神的见证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的日常生活 都要披戴基督 每天都活出基督的样式 第三个工作的侍奉 就是我们 借着圣灵所持的恩资 在教会 众心的服事 这个就是 工作的侍奉 以上三个侍奉 才是一个完整的侍奉 那么我们了解 侍奉的条件 侍奉的原则 侍奉的三个 最重要的元素 那我们来看看 侍奉的目的干嘛 侍奉的目的干嘛 你既然得救了 上帝直接就把你 接回天家就得了嘛 对不对 那侍奉的目的干嘛 得救之后 上帝没有 把你接回天家 就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 干嘛 他的目的就是呢 呼召我们去侍奉他 侍奉的目的 就是让主 使用我们来完成他的心意 主耶稣说 如果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这在耶和福音12章26节 这中文本就是翻成 尊重他 但在英文本说 honor 尊容你 换句话说 将来在神的国度 你必与神一同享荣耀 所以 这个 我们侍奉神的目的 就是要 做出符合神心意 他借着我们 来复合 做出符合他心意的事情 那几个心意 他的心意呢 就是我们侍奉的目的 有四个 第一个 传福音 领人归主 记得 主耶稣升天之前 赐下了一个大使命 他说 你们要去 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奉圣父子 圣子 圣灵 得名为他施洗 所以我们 侍奉主 第一个 目的 就是传福音 将福音 传出去 使人归主 第二个 是牧养 和照顾 信徒 不要误会 教养 照顾信徒 不单单是传道 长老们的责任 其实每一位爱主的弟兄姐妹 都有责任 我们应当彼此照顾 彼此劝勉 用爱心 互相服侍 分享经历 共享基督 第三个 建造基督的身体 传福音 是为得着 更多建造教会的材料 神所赐的各种恩赐 是要装备我们大家 在各个服事的岗位上 发挥功能 建立基督的身体 建立基督的身体 就是建造教会 胜过措敌 荣耀神 第四个 为者让神得到荣耀 教会里的服事 就是工作的侍奉 每一个人按神所赐的力量 发挥恩赐 彼此服事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让神得到荣耀 在凡事上 都因着耶稣基督得荣耀 那我们讲到侍奉了 接下来 我们就要讲到 服事 聚会 我们也养成聚会的习惯 聚会就是工作的服事 它是侍奉神的一种 是本位服事的一种 不是工作服事 本位服事的一种 聚会是侍奉 是一体的两面 所以它很重要 我们的聚会 是为了侍奉神 这节经文 这两节经文 大家都很熟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我们也养成聚会的习惯 聚会的功用 就是建立一个健全 肢体的关系 当教会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同心来建造教会 那个教会就充满着 神的恩典 那么教会在众信徒 同心合一之下 就能产生很大的福音果效 所以主说 你们要做比我做的更大的事 这个是在耶安福音的十四章十二节说的 并不是说我们做的事比主耶稣基督大 是 就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八节 二十八章最后二十节讲 要传福音 还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讲的 传福音 要传遍耶路撒冷 犹太前地 还有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更大更广的工作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聚会 为什么这么重要 除了刚才讲了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 就是底下三点 因为神的恩典在聚会里面 我们耶和福音的二十章上面写 十九到二十三节 这其中 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复活那天晚上 就出现在门徒的聚会当中 就代表着神的同在 他第一句话说什么 大家品干 神的祝福 所以在恩典就在聚会里面 而且他把他的肯定的肯定了 而且他把他的肯定了 给大家看 看看神的启示在聚会里面 启示他胜过死亡 因均的权柄啊 我是复活的神啊 还有他的托福 天父叫我怎么做 我也告诉你们该怎么做 这就是他的托福 这几节经文里面都讲了 神的恩典在聚会里面 他的同在 祝福 启示 托福 赏赐 都在里面 第二个 神的典在聚会里面 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说的 如果有两三个人 同心合意 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 他的灵就与我们同在 神的同在 让我们享安息 真正的安息 所以聚会能够带给我们 很大的好处 除了上面两点 第三个 互相效率就在聚会里面 神吃给每一个人 不同的恩赐 有十个恩赐 刚才敬拜团 唱十个恩赐 有教训人的 有启示 还有说方言 翻译方言 等等等等 这些恩赐 神吃要我们彼此造就 我相信大家都会在家读经吧 祷告吧 但是你在家 自己读经祷告呢 往往得不到 主话语的质问 常常得不到 圣灵的光照 但是在教会里面聚会 呼求神的名 你的心自然沉淀下来 回到灵里面 自然就在主里面得到安息 一首诗歌 带来的感动 一个祷告带来启示 一个见证带来鼓励 一篇信息带来供应 互相效力的过效 就彰显在聚会里面 要侍奉神 下一页 首先就要学会 顺服神 那就是要谦卑自己 这是第一个要素 要谦卑自己 新闻上 就是 弗里比书 第二章三到七节 凡要纯心谦卑 只要纯心谦卑 个人要看比 别人比自己强 但是我们常常说 看自己别人强 我们要看自己 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却降卑为人 不以身同等 不以身强夺 反倒虚极起了 弩服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谦卑自己不容易 在今天的大环境 大家都想表现自己 在西方社会尤其如此 这是我里面告诉我的 你不表现 你不讲话 人家以为你不懂 对不对 没意见 是吗 大家都想表现 但是也没有错 但是表现 这个表现也是应该的 但是在我们教会的服事上 我们却有不同的看法 要做到谦卑不容易 即便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 也是一样 但是如果要活出基督的生命 谦卑是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重要的一步 基督降卑为人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是最大的权卑 对吧 如将福音 第一章 十九到二十节 第十章 十九到二十节说 人只来寻找 拯救世上的人 对吧 他就是来服事人 谦卑 在彼得全书五章 也说到 谦卑使人蒙福 因为神主掌骄傲的人 谦卑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我们要学会谦卑 这是第一步 其实我个人觉得 在生活上就有很多的小提点 操练谦卑 就从日常生活上开始 第一个 不一定都要成为主角 大家都想站在美光灯下 尤其那些明星 哇 灯光都照在他身上 好耶 这是万人瞩目的焦点 对吧 但是我们都是 连依基督的身体 搭配服事的时候 搭配服事的过程 我们要学习凡事 都能后退一步 不要抢着当主角 在教会里面 没有不重要的事工 每一种恩赐都很重要 不论台前幕后 我站在台前 幕后有多少人在做 都很重要 对吧 但是凡事坐在基督上 你就是主角 大家的家里面 家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灯啊 有那个吊灯好华丽啊 厨房有厨房灯 卧室里有卧室的灯 但是其中有一个 大家很忽略的 什么灯 小夜灯啊 对不对 小夜灯 夜间你起来 会照亮你的脚步 让你不至于跌倒 说到这个 我就有一个见证 几年以前 说来也是 不好意思 有一天呢 吃坏肚子 晚上 突然想吐 急急忙忙起来 最远心中啊 就赶快要冲进厨房 冲进这个浴室啊 这个 那个 卫生间啊 结果呢 噔声 哇 撞到门柱 你知道吗 我只隐隐约约听到好大一声 我也不管他了 吐完了事 回头再睡觉 因为我第二天 还要在这边服侍 第二天起来 这边一个包 流了血 血已经凝固了 眼睛是 轰了 乌轻的 知道吗 大家都不管问我 发生了什么事情 牧师后来知道 Mary牧师后来知道 就送我一个 小夜灯 这小夜灯很棒的 也可以当手电筒 可以插电 充电 这个小夜灯 我叫它做什么 我叫它做 耶和华 是亮光 我们圣经里面 都有很多 亚未复合的名字吧 耶和华 Roy 耶和华 Salon 耶和华 Lava 耶和华 Ele 耶和华 Nishi 都有 这些人都经历神 所以 它就叫神 有一个复合的名字 代表它跟神 特殊的关系 所以这个小夜灯 耶和华 亮光 就是我跟神的关系 神保守我 脑筋没有撞坏 眼睛没有撞瞎 还可以在这边 跟大家一起团契 享受神 同在的快乐 对吧 所以你们也可以如此 跟神之间 你有特殊的经历 就可以为神 取一个名字 代表你跟神 之间的关系 好 接下来 第二个 生活上的小提点 错了就有勇气 提起勇气 道歉就是了嘛 男主人道歉的 就是自己的骄傲 今生的骄傲 大家都有 但是我们要 避免 因为没有人 想承认自己的错误 我们都不完美 但是很多人 都想做得很完美 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 人没有完美 个人 不可以 我们要勇于认错 所以诚实道歉 那是谦卑重要的步骤 其实道歉 也是内心信心的表现 对吗 所以我们 包括我在内 跟夫妻 跟我的妻子 有些时候会口角 但是呢 我现在学会 用另外一种 讲话的方式 这种道歉 代表我的道歉 我的认错 哎呀 气氛就好多了 是吧 诚实的道歉 是第一步 提起勇气 第三个 学习倾听对方说话 我们人啊 就是这个样子 喜欢说 都说 不喜欢听 圣经教导我们 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对吧 所以多听对方 多赞美对方 多鼓励对方 多安慰对方 少说话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学习倾听 对方说话 好 最后就是讲到 在服事中 蒙福 圣灵 选在个人身上 叫人得益处 这人蒙圣灵赐他 智慧的言语 等等等等等等 神 圣灵分赐不同的恩赐 他的目的 乃是要叫人得益处 特别是 我们弟兄姐妹 借着教会的建造 大家发挥个人的恩赐 建造教会 那可以分享 属灵的益处 第一个 带来合一关系的连结 我们搭配服饰 台前幕后搭配服饰 无形当中 形成一种 隐形的连接 这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使我们知道 教会就是 我们同心合一建造 圣经里面有一个 很好的例子 什么例子 亚伯罗 大家知道吧 他很有学问 像基森一样 很没有学问 我不是很有学问 他很有学问 很会讲解圣经 他只知道 但他只知道 施洗约翰的事情 后来 保罗的同工 百吉拉 亚吉拉 就教导他 关于圣灵充满 圣灵洗礼的事情 因此 因此他得着能力 所以他能 博导那些 法利赛人 引用圣经 证明 耶稣是基督 这就是一个典型 搭配服饰 代书合一 发挥 福音过效的 一个 蒙福的例子 我们 在看 在福祉中 蒙福 可以发掘 建造 属灵的恩赐 在教会 单独的恩赐 起不了作用 好 就算我有恩赐 好了 我在这边讲到 分享 但是没有后面 那些 知名弟兄 那些弟兄 帮我放 PowerPoint 我就让不下去 是不是 单独的恩赐 没有用 一定要团结 力量大 所以 唯独在基督里面 联络的合适 才能完全发挥 教会 整体的功能 恩赐的范围很广的 不是只有 台前幕后这些 但只要有 圣灵同在的服饰 就是恩赐 大大小小 有意义人 造就教会 都是属于恩赐的一种 所以服饰 乃是发掘 运用 建造 属灵恩赐的机会 有一位弟兄 1984年 就来到温哥广 第二年就当着职士 他就参加了师班 从师哥中 他得到安慰 感动 勉励 在侍奉中 他慢慢被神 操练出来 可以领师 敬拜团 带领师 敬拜 可以指挥 还可以作曲 对不对 所以你在服饰当中 就无形当中 就被建造 无形当中就被建造 对不对 而且 这位弟兄 他刚来的时候 没多久失业了 他在那个时候 创立这个 中信月刊 中信月刊 结果 失业了 没有钱 他把房贷 借贷 的credit 全部都用光了 马上面临断炊 但是他还是继续 做信有之家的 创刊工作的服饰 神是信使人 你先求 他的国 他的义 其他的一切 他都赐给你们 所以 他坚持侍奉 最后 人的尽头 就神的开头 神马上赐他一个工作 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 弟兄姐妹 把握今天 有服饰的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 服饰神 你将蒙福 第三个 服饰可以忘却 心中的犹豫 你信不信 你不信也得信 为什么 研究报告显示 担任志工 能够缓解 心中的压力 等等诸多的症状 同样 如果你将你的恩赐 热情地发挥出来 能够重建信心 活力 体力 而且 服饰的人 心里也可以得到缓解 你的忧力 你的沮丧 也可得到缓解 你不相信吗 有一个见证 在新疆 有位姐妹 老姐妹 她罹患癌症 cancer 每天要吃到十几种药 但是 她是每天 带着一些人 拿一些生活的用品 到穷伤 去送给那些 更需要的人 她把她所有的烦恼 她的病痛 忘记了 忘记了 她因此感动了很多人 参与她的服饰团队 造就更多的人 帮助更需要的人 同样的 我们在服饰当中 我们不但能够将这些忧愁 忧虑 不安 抛出九霄云外 我们可以从服饰中 得到甘甜 得到喜乐 第四个 从服饰中 看到别人的需要 马来福音 二十五章 第四十节讲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这些是你们 既坐在我 这弟兄最小的一个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所以我们服饰呢 如果你真是圣灵带领你的服饰 你就会看到别人的需要 你的眼光就从你自己 看到别人的需要 我们要学会 以主的眼光来看待事物 并且从他身上 看见见证基督 因为天国 这赏识是赐给那些 甘心 乐意 服侍的人 最后 我这两句的决议 下一章 第一个 是 跟 为信主的弟兄 木道友 一起共勉 I don't know How about tomorrow 我不知道明天能将如何 但是 你却活在今天 有一首诗歌 I don't know About tomorrow 很有名的诗歌 你可以查查看他的背景 会让你感动 神就是这么慈爱 这么怜悯人 你不知道明天将如何 但是 你活在今天 对不对 以其劳苦 偷烦度日子 何不回首 回应神的呼召呢 上个礼拜没给牧师讲 生命的呼召 回应神的呼召 接受神成为你生命的救主 用信心 领受白白的救恩 过个有目的的人生 人生有的目的 生命就有意义和价值 黄色的部分 是我们弟兄姐妹 共同勉励 上帝照你的目的 要赋予你生命 有永恒的意义 而侍奉乃是 唯一通往有意义 人生的途径 得救之后 没有侍奉的生活 你的生命 只有什么 劳苦愁烦 酱醋茶 劳苦愁烦 柴米油盐酱醋茶 你只有生存 没有用 他的价值 你如果不侍奉 你就是在马太福音 那个三个比喻 有五千 有两千 有一千的吧 那一千的埋在地底下 如果你把你的恩赠 埋在地底下 那将来 你要跟神交账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愿神祝福大家 把握今天 赶快服事 谢谢 感谢 感谢Jason老师 为我们的步道 大家主内平安 今天呢 为大家讲的 第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 加略山的 中文部啊 秋季的灵修 从今天就要开始了 咱们都知道 靠咱们一己之力 是没有办法实现 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意义的 也不能够达到我们生命当中 活着的 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 所以我们需要彼此 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 我们更需要彼此 就像Jason老师说的 团结力量大 所以呢 Maggy牧师 经过Maggy牧师的 这个核准和推荐 我们呼吁弟兄姐妹们 一起来参加这个 为期二十四天的灵修祷告 每天都会有灵修 会有读经和感言 那在这个计划结束之后呢 我们会组织大家 一起来分享灵修的感悟 我们一起来分享 见证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做的奇妙 那计划的名称就是 多人总比一人强 时间二十四天 就从今天开始 那在十月十三号呢 我们会有这个感恩分享 值得注意的就是 大家要在手机上 先提前下载 YouVersion 这个Bible这个APP 那么找到我们多人 总比一人强的这个计划 来一起参加灵修 一起来参加祷告 第二个事情就是 今天开 今天十一点半 到下午一点半 就会继续有成人主日学的课程 请报名的弟兄姐妹们 准时参加 也要预习好 这个完成好第二课的习题 本周四 9月19号 福乐团契的线下聚会 还是依然进行 时间是早上的九点半 最后一个报告事项 是我们周三晚上的 七点到八点半 中文堂 线上线下的祷告会 依然照实进行 好我们继续请敬拜团 敬拜 谢谢杨静姐妹 咱们用奉献的心 继续敬拜 还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造了我们 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我们所有所有的一切 都是从你而来的 我们有什么能给你的呢 亲爱的父 我们愿意把我们最好的 拿出来献给你 是的父 求你悦纳我们 为你所摆上的 为的是我们奉献给你 不是为了别的 是为了尊容你 是为了感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灵 Amen 我们有请 Pastor Steve 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们时常会有一种想法 就是我们有一台 时间的穿梭机 回到过去 然后去纠正一下 我们曾经做错的事情 那有些时候呢 我们又想做着这个穿梭机 去到将来 去看一下 我们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样子 但你哪一个都做不了 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有一个人呢 他会想着 明天我要做这个 明天我要做那个 明天我要买这片地 我要卖那一片地 那圣经也告诉我们 明天并不保证 有明天 我们所拥有的就是现在 那神让你现在来做什么呢 那有些人呢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是的 我要跟随主 那对某一些人来说呢 现在就是放下你的焦虑 放下你的恐惧 来相信他 那还有一些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呢 就是你放下所有的 就是相信神的奇迹 现在就是你所要拥有的 那个时间点 不要错过它 让我们一起起立 来合一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愿上帝赐福你 保佑你 愿上帝的脸光照耀你 去保护你 愿上帝能够给你平安 上帝 我谢谢你 对我们的话语 让我们在真理当中行走 让我们更能够追寻你 像你一样 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名求 阿们 来咱们一起来 互相问候一下 互相说平安 来 有些明明化为我实习 让我充满地上的能力 我生活要继续请他肆语 因为我要为你祈祈 就为我的一生荣耀救助 让我充满地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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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勇敢地上的能力 因为我充满地上的能力 因为我要为你祈祈 我充满地上的能力 我充满地上的能力 哈利路亚 我们靠着我们的身 我们就能站立 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来侍奉他 就在今日 就在现在 好 今天的机会就到这里 咱们下周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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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